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边走路或者坐在那里 站在这里都可以做 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肚脐下方小腹这里 不知道放在哪里呢 教大家一个方法 顺着你的小腹往下摸 好 推到我们持骨这里 就是摸到下面这有个骨头 把我们的手小指这个位置贴着 好 贴完了以后 把两个手放好叠加 保持这个姿势自然站立 或者是走路都行 反正就是上半身就是这个姿势 好 进行怎么动呢 看到吗 手往上 下去 往上 下去 然后呢 上 内 然后进行振动 往上的同时还要往下有个挤压 看到吗 这样轻轻的晃动 我们可以走路 边走路边做这个动作 边走路边做这个动作 而且 做这个动作呢 可以给我们放松 你可以坐在那里 闭着眼睛就做 它是一种很舒服的方式 而且还是一种享受 你边走路做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会感觉到你的手振动的这个位置 开始慢慢的发热 而且这个热呢 是感觉非常舒服的 区别于你的体温和外界的温度的 它可以传到我们的腹部内 也可以传到我们的后腰 甚至顺着我们的两个腿往下走 反正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 我希望大家呢 认真地去做 做完了以后 可以在下面评论 留言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进行一起学习和探讨 建议大家做多久呢 每次 如果你有时间 尽量做个半小时以上 如果没有时间 做个五分钟 十分钟都很好 当然的话 你做的时间长了 你的收获越大 坚持做 效果才会更好 好 大家要是想补气血呢 或者是调理你的手脚冰凉 女性痛经 以及腹部的一些问题 还有男性的前连线 或者是尿皮尿剂 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 好 谢谢